小小大 邮差 杂技盲女佣兵 盲女的位置 他带的是个传送 他要传盲女啊感觉 这阵容讲道理 带传送那不就是为了找盲女吗 但他没有带脆火 这个传送 未免对自己的击倒也太有信心了吧 第一你不带脆火 你带个脆火嘛 我也就忍了 你就是去找盲女的 你这个传送也不太好传 外面三个人你传过去是个佣兵怎么办 对吧 抓杂技 这就是什么呢 年轻人 对自己的操作有信心 但是呢 我觉得这把杂技会教他做人 哎 少年传不传 哎 一发 哎 等会儿 这个盲女不太对劲 一甲 要传要传要传 要传 盲女其实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他在前期杂技没有吃到伤害的时候 其实是很谨慎的 但是当杂技吃到伤害以后呢 那觉得你总该追杂技了吧 对吧 没想到这都不远万里来找我 可真有你的 这波怎么说呢 如果说能够上个车 其实我觉得穷者节奏还是可以打的 毕竟雕刻家也没有出现什么神奇的雕像嘛 这里 盲女过河 可以啊 这个节奏我觉得穷者这边 有机会啊 有真有机会啊 你看这笔马鸡总量加起来都已经快超过三台多了 已经三台多了 来我们进度给到盲女 这边你雕像坟场都交了 现在我盲女只要找一个角落苟住 并且这个角落呢 不会影响到队友密码机就好了 但如果说你现在抓杂技 其实盲女活了也可以啊 盲女甚至这个时候不要出去修机子 干嘛呢去找队友补状态 小小大你也有惊天 哎 你上来带个闪现 那么见谁等谁他不好吗 这把说实话 邮差盲女 他应该是考虑了这个阵容啊 觉得传送下去是邮差或者盲女 我都能击倒 看一下啊 这里已经就差最后一台机子了 还差70%的一个总量 杂技这边还在拖呢 球人的薄命还没有交 哎 甚至给盲女补了状态 一个格创刀 这一刀给他打中了 打中他也得传啊 这边挂上人就得传 这一手做防守没有任何意义 他只有挂上人以后立马传送 赶紧传 一秒都不会停歇 以他大决关一秒 这你不传吗 这不传没了呀 这守着 你都没二阶 守不下来的 而且这杂技待会有球的 守不住啊 这怎么守得住啊 佣兵吃两夹一刀 对吧 机子压好了的 那你跟佣兵去吧 跟佣兵去吧 这杂技比佣兵难抓得多 这佣兵毕竟是户必交完的 密码机点亮半血 佣兵 这里 猫女 你说没机会嘛 这边击倒猫女 然后有传送 还有点说法 但是 盲女要开车了 好像 再跟你绕 这个上车 有点没必要 这样的话看 因为佣兵是从 这个半场过去的 所以说距离上面来讲 还是有点远的 但他这边的话 我觉得还是得先排一波 通级到了杂技 这个通级有点要紧 这个通级 邮差放狗 管不管邮差 还是回头找杂技 佣兵是离得更近 讲道理 这个局应该是多跑了 除非他一个坟场 把佣兵秒了 投不投坟场 他得一个坟场 把佣兵秒了 投坟场 来接着给到佣兵 好像坟场没投到 这波坟场 打了一下再补 这边的话已经上去了 还能倒吗 还有吗 没雕像了 那这样的话 杂技这个位置 手里面有球 你想要靠一刀带走 我不太现实 球者其实应该在那边点门的 应该点门的 对 他们坐上这个车 应该是躲雕像的 点门再投坟场 再补了一下 穷者可以 开车好像不太好 这个车不太好开 补状态 你把盲女留下了 我那个区 这傭兵 这傭兵把猫女给留了 而且这边穷者 全员都没走 投坟场 但这个坟场没投好 打不到 打不到有传送 敢不敢传 再看 再看 王女这边教自己 傭兵这边还能扛 对 傭兵倒地 好 手里面没雕像 球者这边的话呢 其实两个人强冲 特别是这个油拆 油拆赶紧冲 杂技的话 因为手里面还有你有个薄命 还有其他变数 油拆我觉得先冲吧 他们这边拉扯的话呢 容易什么呢 让油拆吃到一些雕像伤害 然后后面就一刀带走了 王女那边门开 应该是多跑了 这个局应该是多跑了 杂技这边在掩护啊 傭兵这边准备交自棋 甚至是个四跑呀 傭兵想再开过车 诶 一站到底 怎么说小小的 怎么说小小的